军用直升机火力锚炼 断飞只能将敏捷度提升至最高 开启人机大战模式 他一边闪躲着机设的子弹 一边飞速地在街道上奔跑 他一把抓住废弃建筑的铁门板 挡在胸前抵住敌人的扫射 突然丧尸的脚步声吸引了他的注意 糟糕 附近的丧尸全被吸引过来了 一大群丧尸向着断飞扑去 断飞使尽全力将 断飞扔出 顷刻间数十只丧尸被断飞斩首 只听系统滴滴滴的提示声响个不停 击杀触及丧尸获得一点进化 他从清理出来的空位迅速冲出了包围圈 这 这还是人类吗 有意思 找个高楼 降低高度 让我下去 你们继续攻击他 收到 就在断飞全力奔跑时 突然一只巨大的丧尸从他身后窜出 还没等断飞出手 丧尸一瞬间就被打成了筛子 加特林 他们疯了吧 这种高杀伤力的武器太不可控了 万一有其他幸存者可就危险了 先撤离这里 离清月太近了 竟然为了那种人渣浪费珍贵的弹药 信管的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断飞急速变换身影 飞速逃离了加特林的扫射范围 就在这时一只狙击枪瞄准了他的脑袋 来吧 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能耐 只听声的一声枪响子弹击射而出 逃跑的断飞脑中一个机灵身体迅速侧闪 子弹瞬间射穿了他的肩膀 怎么没爆头 我刚刚是射偏了 不可能 我从未是守护 难道 凭着反应闪开了 此时受伤的断飞已经翻进了居民楼 可恶啊 还有狙击手 差一点就完蛋了 这里待不下去了 血清味引来了丧尸 突然砰的一声响 一枚炮弹向着居民楼发射而去 断飞看到这无差别的炮弹袭击心中一惊 接下来 看你怎么应对 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 冲天的火光几乎照亮了整个废墟 报告 目标已解决 等等 有情况 他还没死 弥漫的硝烟与爆炸的尘土缓缓散去 一只巨大的金色异兽现出身影 这又是什么 帮大忙了金宝 太计时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没办法靠近直升机啊 就在这时金宝用鼻子轻腻地蹭了蹭断飞 只见金宝眼中异能汇掘 一双巨大的翅膀从他的背部展开 这气势断飞都被惊到了 哇 金宝 这一路过来你没少吃吧 小心 他们开始反击了 这怪物到底什么时候出现的 竟然还会飞 此时金宝载着断飞冲天而起 大眼间竟直接撞毁了一架直升飞机 完 完蛋了 剑鬼 任务里面可没说有这种怪物啊 可恶 我不信这个怪物 还能抵挡得住加特林的扫射 哎 人呐 跑去哪了 就在他们找不到断飞的身影时 他已经登上了飞机的踏板 你们是在找我吗 两名小喽喽反应过来 时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喂 怎么了 可恶 管家龙 你到底惹到了什么人 胡椒队长 我们地面部队 找到了一个幸存者 幸存者 看来 我们还没完全输呢 此时断飞已经指挥着金宝 在星月躲藏的那栋楼前降落了 终于见面了 你们是不是开心得太早了 这个女人 应该对你很重要吧 哥哥 星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